中一生一生的白米 拔中車準備要載王婦人家府中心 這是今年東南町農會 利用二度結算後的營養來幫助 本來需要幫助的洛西團體 做這個公益活動 把我們東南農會所生產 最好的米沒有殘留 這個山安的蠔米來送我們家府中心 變成我們社中送炭的活動 希望社會可以大家來共享勝負 這三百五百的白米在經期不好時尊散 向家府中心也有中心是真感謝 中心主任了志文表示 今年目的目主是比翁年減一半以上 所以攏迴白米對他們來說幫助相當的大 我們到目前統計截止來講真的是發散可成 而且還有一個是因為我們每年辦這樣的 睡眸冬暖的時候 這些瘦住家庭 雲林家府中心這邊總共有幫助 八百戶的家庭 每一個來參加的都是帶著一個大的袋子 希望來利用這個機會多拿一些物品回家 可是今天我們很擔心讓這些瘦住的家庭有失望 剛好今天送的這三百八的米 我們可以來發給這些家庭 目前我們到處中心 大家輔助八百戶的家庭 八戶的部分還要欠五百戶 所有聽到這個問題 東南町農會員跟媽媽最鄉人要做回來做公益 對於各項的愛心的一些活動 在那裡我們農會以外 我們的員工都很團結 有關相關的公益活動 我們員工都會很熱烈的響應 所以我們未來可能五百包也會有我們農會來操備 對 我們會盡量來做 雖然這是一包白米 但是對康英康的家庭來說 所以是他們很重要的三圈來玩 和府中心也希望在幾百年中團年的日子 可以讓媳婦和家庭受到某某的愛心 所以鼓勵大家的關注物資 讓他們可以過好年 這種真心 差不多